大家好,我是洪翔医师 欢迎来到肾保湿的肾脏专科 一起保护肾脏最快乐 在台湾民间传统观念认为 吃西药超伤肾 所以很多肾友吃西药都非常小心 甚至医师开的慢性处方药物 也不敢完全照着医嘱来吃 结果导致很多的高血压糖尿病痛风等 慢性病恶化 肾功能反而衰退更快 跟大家讲一个 我20年肾脏科临床的一个事实 我这辈子真的很少看到肾友的肾功能的衰退 是因为某某医师开了长期慢性病处方签的药物所造成 但每一年的确有不少是因为不当用药 导致各种急慢性肾损伤 甚至要息肾 其实这些所谓的不当用药 超级伤肾真正的元凶 并不是医师开的长期处方药 而是很多人自己当医师 长期自己花钱购买的一些制购药 譬如成药跟各种来路不明的伪药 精药 草药等 通常已经成瘾 而且今年累月的在使用 现肾脏于危机而不自知 今天的短片内容就是 我肾脏科临床20年经验 看到台湾人最容易误采到的五大伤肾自购药的地雷 来提醒大家误采雷 若看完发现自己有在长期服用的必须马上停止 而且要去肾脏科检查一下肾功能 伤肾自购药第五名 提神能量饮 你累了吗 在全民街内的现代生活 一天24小时真的不够用 熬夜追剧 熬夜读书 熬夜工作 当咖啡已经完全没效时 提神饮料就会闯进你的世界 2021年4月16日 BBC新闻报道 一个英国21岁的男子 连续两年 每日喝4罐500毫升的能量饮品 出现了呼吸困难 体重急剧下降的症状 经过了住院检查 发现他的心脏有严重的双心式收缩功能衰竭 两侧心式有血栓 以及先前从没有诊断出来 由慢性阻塞性尿路疾病 造成的严重肾衰竭 男子因此住院了58天 9个月后 心脏与肾脏功能才慢慢恢复 究竟原因为何 大部分的专家认为 很可能跟连续两年 长时间摄取过量的咖啡因所致 咖啡因会促进大量分泌血清素 跟正肾上限素 导致心跳加快 脉搏次数提高 在美国 每年有超过两万人 因为喝太多能量饮料 心脏病发去急诊报道 多项研究都指出 能量饮料会提高血压 心跳 甚至引发心肌病变 让心脏无法正常跳动 输送血液会产生循环障碍 心脏衰竭跟肾脏衰竭 紧隔一道墙 无法正常输送血液 导致肾脏衰竭 市售能量饮料的检验报告 灰上肾的成分包括咖啡因 甜味剂 还有色素等内含物 能量饮料中过量会危害身体的物质 主要是咖啡因 如果想要利用能量饮料来提升我们的运动能力 建议在专家的监督下 测量出每个人适合自己最佳的有效剂量 使用能量饮料时应注意不要超过每日咖啡因的摄取量 一般而言成人对咖啡因的容售程度大概是400毫克 也大概就是3-4杯咖啡的量 换算成坊间常见的能量饮料大约也是3-4瓶左右 但并不代表喝3-4瓶内就没事 很多的胜有年纪大或是代谢异常 或是本身就有在喝咖啡或浓茶 能承受的咖啡因剂量更低 因此即便你只喝了一瓶能量饮料 出现了心悸手抖焦虑坐立难安 头痛胸闷等请立即停止 且不应该要与咖啡茶饮或酒精同时使用 怀孕儿童胃溃疡肾衰竭者切勿使用 再次提醒好好睡觉吧 切莫把能量饮当成普通饮料 若已经喝了数年的能量饮料 请到肾脏科检查一下肾功能 伤胜自购药第四名强力卸药 根据台湾营养基金会的调查 全台湾超过525万人有便秘的困扰 国人一年甚至要吃掉4.6亿颗相关的药物 便秘的问题往往跟我们喝水饮食排便压力 还有运动的习惯息息相关 但是要改变习惯非常困难 于是就开始长情靠软便药卸药 当处方药已经吃不动还是便秘的时候 各式各样来路不明的强力卸药就出现了 而且更惨的是 长期使用卸药 世上会产生依赖性 对肾脏造成严重的损伤 强力卸药超伤肾的原因 1.卸药导致严重脱水急性肾损伤 强力卸药含有一些磷酸盐 瘤酸鎂 瘤酸钠等渗透性的一些卸药 在肠道内能阻止盐分和水分的吸收 于是把大量的水分都留在我们的肠道内 因此能够刺激肠臂 刺激肠蠕动 改善便秘的症状 但很多新肾功能不全 本身身体就水分不足 大量水分跑到肠道 就造成血管内水分严重不足 肾丝球严重缺水 就类似急性脱水症状 导致急性的肾功能损伤 2.强力卸药导致电解质酸碱失痕 产生急性肾损伤 强力卸药让肠道流失大量的 碱性肠益跟钠甲钙等电解质 而导致代谢性酸重突 还有电解质失痕 而导致了急慢性的肾损伤 3.强力卸药往往含有伤肝肾的成分 比如常被拿来当泻药使用的番泻液 若是持续3-5个月高剂量服用 可能就会造成肠子变黑 生肢肝衰竭 研究发现 番泻液造成的肝伤害 主要与植物萃取中的冲昆衍生物有关 伤肾自购药第三名 含利尿剂的减重药物 许多女生都有生理性的水肿 导致肥胖体质 只要吃个利尿剂 排出1000cc的水分 占上你的体重剂 马上降了1公斤 我认识的一个护理师 他对利尿剂超级有反应 他吃一颗利尿剂 当天就排了超过3000cc的水分 也减重了3公斤 由于利尿剂减重了数效 于是很多坊间的减肥药 几乎都会加入大量的利尿剂 长期吃来路不明的利尿剂 往往会造成严重的脱水 电解质失衡 酸碱失衡 有些还会造成尿酸上升 急性痛风发作 甚至产生急性兼职性肾炎 导致急性肾损伤 而要洗肾 若你吃任何来路不明的减肥药 小便非常多 这通常代表含有利尿剂的成分 请到医院追踪肾功能 伤肾自购药第二名 成瘾性的综合感冒糖浆 台北慈激医院的案例 一个48岁的男性工人 20年来为了提神 每天都会喝一瓶感冒糖浆 而且一次就买一箱 最近因为痛风 自省去买止痛药 才吃了几颗 就发现全身水肿尿不出来 到医院去挂急诊 长期使用感冒糖浆 加上服用了少许的止痛药 造成急性肾损伤 需要洗肾 接下来是我自己的案例 我们诊有一个慢性肾衰竭 50岁的大哥 他的糖尿病只有2-3年 但是他的肾功能在这两年内下降得非常快 从60分下降到了剩下40分 一般的慢性病 大概要15年以上才会掉到这样的程度 明显这个病患肾功能下降的太快 但也找不到原因 我问了他有没有合并其他的症状 他说他经常会心悸手抖失眠焦躁不安 在他看完门诊之后 他突然跟我说 洪医师 你可不可以顺便开两瓶止咳黑药水给我 我心底一听就清楚 会主动跟我要求喝止咳黑药水 就是所谓的甘草止咳药水的 通常是过度使用成瘾者 我问了一下跟他来的太太 他先生平常怎么喝这个黑药水 他太太说 他先生去年得到了新冠肺炎之后 就咳得非常严重 吃什么药都没效 无法入睡 去诊所拿了止咳黑药水 效果非常好 他并没有根据医师的医嘱服用 他只要一咳嗽就喝一大口 一瓶黑药水 一天就喝完 他又去其他的诊所拿 或自行去药局购买 我后来跟他说 甘草止咳黑药水 成分里面有精油鸦片制成的叫阿片丁 使用过量不仅可能导致成瘾的问题 腎功能也有衰退的可能 应该是这个原因导致他腎功能衰退这么快 我请他无论如何 必须戒掉 不要再喝 不然很快就洗腎 他后来把黑药水戒掉 腎功能也就慢慢进步了 心悸手抖失眠也改善了 在台湾很多的综合感冒糖浆 含有很多伤肾与成瘾的成分 感冒糖浆长期服用 非常可能造成肾脏损伤 感冒糖浆可能含有多种的成分 非类固醇抗发炎药物 可止痛消炎 长期服用非常伤胜 而往往也含有一些成瘾的成分 像是甲基麻黄素 可以缓解我们鼻塞 可带因可以止咳 咖啡因会提神或缓解头痛 但是以上这几种成分 都可能让人会上瘾 即使没有感冒 也会想要持续服用 当感冒糖浆成瘾 就类似我们止痛药成瘾 长期又超量的服用止痛药 很可能就会引起肾功能的下降 甚至肾脏萎缩 黑药丸是我临床上碰到最多 自购药物伤肾的案例 就是不明来源的草药黑药丸 来源可能是不知名的私人草药师 地下电台购药 静香团购药等 我先举一个案例 一个75岁 退化性关节炎的奶奶 没有糖尿病 没有高血压 因为上了年纪 四肢关节疼痛 会去骨科或加医科去拿止痛药 但是不久之后 他就发现 吃骨科的止痛药没有效 他自己就跑去诊所打止痛针 打完针 感觉马上不痛 但是只要半天过去 又开始痛起来 吃了医学中心的止痛消炎药 也压不住 于是隔壁的邻居 推荐他去吃中草药师 调制的黑药丸 说中草药不伤肾又有效 奶奶吃了一颗超有效 黑药丸比医学中心的止痛要强多了 不止止痛 连食欲体力都增加 奶奶就这样每天吃黑药丸 吃了半年 后来有一天 奶奶突然大便解出 黑色薄油一般的黑色大便 头晕 脸色苍白 快要晕过去 就被送到了急诊室 做了胃镜 发现是胃出血 导致低血绒休克 输完血收到肠胃科 这次租院 发现奶奶的肾功能 已经衰退到 慢性肾衰竭第五期 后来医院发现 应该跟她所谓号称 天然炒药的黑药丸 是炒药丸里面 摻了高剂量的止痛药 跟大剂量的肋固醇 吃了这么大剂量的止痛药加肋固醇 当然止痛消炎超有效 但也导致了胃出血 跟急性肾损伤 很不幸 这位奶奶后来半年内就洗肾了 如果你们家的长辈有慢性的疼痛 你发现她有在吃这种黑药丸 务必马上停止服用 并到肾脏科做肾功能检查 以上就是今天要跟大家提醒的 伤肾自购药五大地雷 切莫物财地雷 花钱又伤肾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尾声 祝大家的肾脏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 谢谢大家 其实对我而言白T非常的难挑 因为我很害怕透的材质 因此当我看到中间出了这一款 Keep Fighting的重磅白T 我就整个爱上 因为它后磅不透 而且穿起来非常的有精神 然后你只要套一件西装外套 看起来就非常的有型 也能够穿出去跟朋友聚会 所以一件好的白T 最经典又最百搭 CP值非常的高 值得你也拥有一件 今年夏天你也来一件白T吧 你知道吗 一件好的白T 最简单却最经典 最纯粹却最百搭 最低调却最亮眼 真的只有白T能够同时驾驭 就像这一件中天文创 Keep Fighting重磅落肩白T 300克后磅不透 不会有击凸的尴尬 宽板落肩设计 完全为穿的舒适自在手着想 今年夏天 就要这一件白T 穿出你坚定不移的信仰 穿出与众不同 就是喜欢白T 马德喜欢 相信你也会喜欢 请上快点购下单 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